说起娱乐圈中当中自己作死的明星那也是特别的多 不仅将自己的前途断送更是上了观众的黑名单 看过中国好声音的观众一定对于王乃恩有点印象 王乃恩长相清秀 酷似金在钟 嗓子充满雌性 具有偶像的气质与扎实的唱功 综合实力强 歌声宛如天籁 有着忧郁王子称号的王乃恩 偶像范儿十足 说起王乃恩他和赵本山大叔还有一段渊源 王乃恩小的时候非常可爱 而赵本山对他也是非常喜爱 经常会抱着他玩耍 小时候的王乃恩也是非常乖巧听话 赵本山也一直表示他日后必成大器 2008年王乃恩获得中央戏剧学院校园歌手大赛第一名 同年参加奥运歌手选拔 并被选中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曲 《我和你开幕式》演唱A决 开幕式现场钢琴演奏B决 并在北京参加了张艺谋导演近一年的培训 2010年他报名参加湖南卫视 《快乐男生成都唱区》的比赛 获得成都唱区25强 并参加全国300强突围赛 最终在全国300近60第六场被淘汰 直布全国300强 2012年王乃恩报名参加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比赛 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比赛经验 让王乃恩顺利通过盟选 并加入刘欢队 最后在刘欢组七强面前止步 这个外表清纯又具有优异气质 甚至对外宣称性格自闭 只会唱歌的王乃恩 生活中却是个十足的渣男 2013年8月 王乃恩勾搭粉丝 而且先后和8名女粉丝交往 开房开不停的消息被曝光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其中一名女粉丝还为她三次堕胎 最终还是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王乃恩也因此事备受指责 不仅形象全毁 更是微博粉丝树清零 从而星途暗淡 消失在公众视野里